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正在地大家就講說 你就是買了多少土地 然後就講說那這一塊 就是把它拿來做 不會有成功的威力 對對對 就劃進去 那這件事情喔 我稍微也回顧一下 當時在清水2015年 把產業薪金提掉的時候 其實在當天停掉 現場的民眾是一面倒的叫好 因為沒有人會想到自己的家鄉 本來是綠油油的一片 農田把它變成工業區嘛 那這個事情 我們就有一次開三個工業區 一次三個 一個我們停掉 還終於有這麼缺工業地嗎 對 超級缺的感覺 那我就說這爭議真的是不斷 我們回到清泉鋼 跟嚴加有關的 除了剛剛定義委員提到了 我們稍微也回顧一下 就是他的這個組成的創立開發 我們看到董事長這位邱先生 他其實是一個臨持股的負責人 就是俗稱的人頭 那背後的董事呢 這兩位董事王先生跟李先生 就是長春重化區的要角 那長春重化的背後就是 彪哥的媚婿林方舟 這兩個董事啊 的長春重化 我不要講其他太多 長春重化就是當年惡名昭彰 台中市單元十二十四期的開發案 引發八十八個人頭 去扶爆那個土地的地主 然後最後被相關的單位有弄上官司 然後很多官司打了好多年 生命囊急的長春重化 就是這一群人在弄的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 他董事名單當然就是 顏清彪的小兒子嘛 顏嘉儀 聽說他今年才三十一歲啊 就讓我今天三十五歲 我就覺得我好像滿一事無成的 人家那麼年輕就可以 就可以當董事 那王松山當然就是 顏清彪長年的生意夥伴跟好友嘛 那這整個整個那個創立開發 那就是顏嘉班嘛 就是顏嘉非常熟悉 顏嘉班老班底 對 又進來這個開發區了 然後呢我們剛才看到 呃陳焦華委員他提到說 呃很多的居民說沒有交空資啊 我們來看一下最離譜的 這是當地居民交給我的 這是在七月召開的公廳會 我們看到簽道表 總共簽道表只有三個人出席啊 一個是里長 一個是創立開發的代表 另外一個是叫太極權股份有限公司 後來我們才知道創立開發是頭啦 然後委託給這名字很特別 泰極權 泰國的泰 這間公司來做執行 那泰極權這間公司 我們也不要汙蔑人啊 但是他的負責人 就是幾年前有行賄某南部鎮長 然後後來被判刑兩年多的負責人 老實講就一群有問題的人 就只有他們三個有簽到 然後當地的居民就講啊 你們只通知了兩間那個開發公司 跟當地的地主 然後跟通知里長 結果其他市民完全沒被通知到 那這會議有效嗎 看起來不會沒效 可以這樣嗎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時間軸 所以市民覺得這樣也可以就認了 這會議也就這樣通過了 對好我們來看一下時間軸 就是剛才有提到就是整個 他的環評的時間非常的特別 很快速 他在2020年8月31 私有的地主百分之百取得同意之後 接下來10月25號業主開始搞地主開說明會 然後沒有邀請在地居民第一次在10月25號 就引發在地居民的抗議 那1月份這就是關鍵時間點了 我剛才講的創立開發跟延價的關係 是在2021年1月更換相關的董監事名單 延價班正式的入主 那到了4月7號這個是台中市水利局 他核准開挖地下水 那這個部分就是在地居民也覺得非常傻眼 因為環評還沒做完 怎麼水利局就先放了 有這麼急嗎 對可以這樣就先挖水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這水利局你要對外講清楚 他一定都講合法 但是一般來講 你會不會在環評還沒做 理論上不行 你就讓他地下水 理論上不行 這就很奇怪 這也印證台中市府全力配合 對不對 盧建源全力配合 水利局配合喔 接下來是環保局 我們看到4月29號環評出審第一次 然後1月7號環評出審會的環評書 第一次修正 然後9月24號環評出審會第二次 12月3號環評出審會三次 好我跟大家報告 這為什麼三次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依中央相關的法令規定 環評的出審會以不超過三次為原則 所以三次出審會開完之後 馬上就要進度大會審查 而目前的進度大會審查是一月份 要進度大會審查 所以他就很快的時間讓他出審都開完 那正常出審我們不會這麼快 是因為在出審會 我們會要求相關單位補件 在地的民眾也提供相關資訊 然後讓整個大會可以開得更周圓 那他很快的三次全部開完之後 馬上要進度大會審查 簡單來講大會審查 如果最後現場吵吵鬧鬧 然後最後環保局講說通過 那就通過了 就通過了 因為這個案子就涉及到 剛才定義委員講的 他把它限制在22公頃 沒有超過30公頃 法定要受中央的環節 而現在就是讓台中市政府講白了 可以隻手遮天 所以這個案子 為什麼現在會那麼大關注 那這三次會議等於 沒有任何人可以監督 儘管他裡頭可能千瘡百孔 完全的出席人數也不足 然後包括什麼評估的報告等等 全部都認可了 可以這樣子 沒有人可以監督嗎 就是說只剩下在最後的那一月份的大會審查 台中市政府正式的跟國防部申請 可是後來被國防部打槍 然後誇張性來了 某位台中的國民黨立委 有去跟國防部關心這件事情 而且關心這個個案 關心的時候國防部有挺住 國防部嚴正的跟他拒絕